看破的一個例子 你看 他白天 白天都在驚醒做彩 因為他們驚醒 因為他們沒有穿鞋子 他們都是赤腳的 像我們都還有穿鞋子 穿襪子 那一般來講他們是沒有的 那有時候 有穿是 有一些特殊型官有穿 他們都是赤腳 去脫鞋也是赤腳 但是像現在泰國的話 他們都有穿脫鞋 但是如果要驚醒的話 就沒有穿 他說坐著 白天有初中後 都是在驚醒做彩 那其他就是去脫鞋 大概是這樣 或是他有一些做法 送戒 都是在驚醒做彩 那晚上 你看 初夜也是在驚醒做彩 那中夜 現在講中夜 中夜其實是要睡覺 中夜我們講就是晚上10點到早上2點 那這個時候 因為他基本上是在驚醒 那驚醒一般是在森林裡面 現在泰國還是這樣 森林裡面還有一條路 那這條路會稍微弄乾淨 弄死 因為他基本上都在那邊走 他就這樣驚醒 那這條路也許是50公尺 也許是30公尺 它大長大小 有的長一點 很長 大概50公尺有 有的短一點的話大概也要有2-30公尺 就是要走過來 走到那邊 然後慢慢走 又走過去這樣 就在那邊驚醒 那驚醒幹什麼呢 驚醒還是在思維法裔 那我們大概有驚醒 就是念佛的時候 落佛 那有時候晚課的時候 像以前我在服務也要做晚課 基本上就是念佛的時候就落佛 驚醒而已 那禪宗 討香的時候 或是走也有驚醒 那這個是驚醒作禪 中夜 房外洗足 因為他都在外面 他要睡覺 要上床了嘛 或是他們沒有床 就是一個那個布 那個握具 天堪堪 不一定洗足 要先洗腳 然後進到房間裡面 那如果沒有房間的就沒有了 不是每個人有房間了 有的人有房間就進到房間 如果沒有 就在樹下 也有 有的是在陸地的 偷偷醒 他有的是樹下做 有的是陸地做的 那有房間的就有 那有些不 森林裡面也沒有房間的 如果有些是森林的比丘 他沒有房間 那幼邪而握 重點 現在來看 幼邪而握 那幼邪而握 我相信你們一定都試過 有幼邪而握 幼邪而握有時候 姿勢不對 其實睡不了多久 你就會很痠 之後會很辛苦 他可能跟那個頭的角度也有關係 那這個手一般來講 也就是放在頭 如果要像佛頭那樣 就沒有落下 那這樣撐著 其實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撐著頭 那一般來講是放在旁邊 然後上面有個枕頭這樣 又寫渦窩 可是還是弓形 還是稍微弓形 屈膝 就是稍微彎 膝蓋稍微是彎的 就是這樣 膝蓋稍微是彎的 就是這樣 膝蓋稍微是彎的 也是衰上衰 然後膝蓋是彎的 就是屈膝 雷竹 腳跟腳放在一起 那導師這裡有講 你看 他是說 我們來看 把身體右斜而握 血就是這裡 右斑 左膀這邊靠著 那 根據屈膝蓋來講就是 這樣才不會要破心臟 你不會要破心臟 把左腳疊在右腳上 就是那個 因為它是彎的 所以你把左腳 因為它是 右邊是躺在床這一邊的 或是死這一邊的 然後所以你左腳一定在上面 那你右腳一定在下面 所以你左腳疊在右腳上 你回去也可以試試看 那麼他說 這個叫做獅子窩 是最有益於身心的 那有一些人 像這個以前 以前我修過睡覺的一種方法是 練那個瑜伽 大休息 那你有沒有聽過瑜伽 以前我要練瑜伽 那麼瑜伽有一個大休息 那你睡覺的時候 那麼你先做 就是用 不是這種獅子窩的 是那一種就是 就是雙隻腳躺開的 然後那種大休息方式 然後你睡覺的時候你開始關 從頭皮開始關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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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到腳的時候放鬆 全部放鬆 然後沒有多久就睡了 而且很好睡 那這個睡覺是可以學的 那我以前曾經修過 那麼學的時候就是 第一個有可能就是你沒有夢 你沒有夢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算有夢 你會知道你在做夢 而且你可以控制夢 可以喔 甚至是可以 你可以說 咦 怎麼會這樣 我不要做這個夢 就換過去了 你知道你在做夢 而且你可以控制夢 那麼你在夢中 那麼你可以決定 你要不要繼續做這個夢 要是我不要 比如說 你知道請這個盤好 我不要這個夢 你平常你醒的時候還可以做 夢你就隨他去 但是其實你如果有 你如果睡覺的時候 你有做意的話 或是你有身心整個放鬆 你有絕躁意的話 基本上你是可以的 大部分時間會沒有夢 但就算有夢 你也可以控制 確實是這樣 導致後面也有講 那我們來看 他說睡覺的時候 應做光明想 不過我試了這個 這個幼形 我一般好像比較 沒有辦法就這樣 那麼可能跟睡覺的姿勢 也有關係 還有就是 年紀越大越不容易心 年紀輕 那麼身體狀態好 越容易心 那越大 稍微弄一下 就這邊痠那邊痠那邊痠那邊痛 很痛 就可以 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還有就是心事很多的時候 改變 就是那麼的 就是事情比較多 那我們時候要做光明想 那這裡的光明想 基本上就是像這種光明 那你可以就是白天的時候 你取那種光明想 就是沒有黑暗 那到了晚上 你再異想 就光明想 做這個光明想 光明想 基本上有兩種意思 一種 一種就是真的就是這種光明 一種就是思維法義 法光明 是這樣子 那他這裡 這裡後面也會有講 有說可能在思維法義 那這裡說光明想 那現在就是這種燈光的光明 白天的光明 休息純熟了 連睡夢中也是一片光明 這就不會過分的昏塵 不但容易醒覺也不會做夢 好 那這裡講 細念冥想 光明想 做起覺想 那就是 你沒有那種就是不會比較 比較沉睡 睡到很沉 那你說那不是要沉睡 才會莫有充分的休息嗎 不是 他是基本上因為你太夜 還有一種就是 你的身體 他基本上就是處在一種消耗的狀態 那這裡這種光明想 基本上 他並不是沒有睡覺 他身體還是有睡 而且還比較安穩 那 而且他要醒來就醒來 他說不但容易醒覺也不會做夢 那如果你可以修到沒有夢 那做事很好 那就算有夢 你看做夢也不起煩惱 會念佛念法念神 確實是可以的 那等到要熟睡時要保持解決 要求在睡夢中能難努力進修喪 所以你還可以知道這個夢 這個夢 這樣往不好的方向走 那你知道你可以自責 或是禮物 你不要做這個夢 那還是會就進修喪法 這樣的睡眠習慣使 習慣你對身心的修養最為有效 而且不會亂夢顛倒 不會懶惰而貪睡眠的意願 那當然這個也要很努力修 才有辦法 那可以試著就是 一天慢慢一點慢慢一點修 那睡眠睡不好其實是非常大的困難 睡眠要好其實還是有方法的 基本上就是我們說過你跟你的身體 那你的身體跟你吃的東西 睡覺前吃的東西也有關係 或是你平常你的身體有關係 就是你平常吃的 睡眠習慣生活作息 還有心裡面的這一些的想法 總統的想法 你是習慣憂愁 或是習慣刺激的 那麼這個對身體都會造成比較大的負擔 那尤其是恐懼不安憂愁 這個對身體是很大的負擔 就是他消耗能量很快 那麼消耗能量就不需要很大的休息 才有辦法恢復過來 休眠其實是一種身體的修補機制 那佛制中夜是應該睡眠而僵洗身心的 就是要睡覺 那這種睡覺也不是像我平常的睡覺 我們說過 他是這個信念冥想做起覺想 那你看他後夜又開始取覺吸取 就慢慢起來了 然後又開始清醒作產 這種其實我們是在 真的像這樣修的人其實很少 那也因為這樣所以現在解脫的比較少 那其實也真的不容易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心的話還是可以 那以前那個 以前的福利都是用用功的 像這個 像用功比較有名的 第一個20億兒 第二個阿納利 阿納利 因為泰國用功都不睡覺 所以都已經下掉了 那20億兒泰國用功驚醒 一直走一直走 打坐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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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那個腳都流血 還在驚醒 這個也實在是 所以說我們一般做不到這樣 這是第一個當然是 我們的心力沒有那麼強 第二個只是我們的體力可能沒有那麼好 第二個只是我們的體力可能沒有那麼好 那他這裡講到 他說佛制中夜應該睡靈 那陀陀行有常做骨悟的 俗稱不老胆 就是這個陀陀行一般來講有十二陀陀 但是這個有些講到十三陀陀 那男傳的也有十三陀陀 那一般講十二陀陀 大部分都在十一柱形上面 就是十一柱形上的所謂陀陀行 那這個睡覺的方面的陀陀行 那基本上就是殘坐不悟 就是一個 殘坐不悟就是他沒有 就是邪一般叫邪不著邪 沒有躺下來 剛剛我們睡覺不是要右邪而悟嗎 他沒有 他就坐著 叫做坐著睡覺 就殘坐不悟 那一般叫做不倒單 就不倒下來 但是他說其實是不悟 就是說他是坐著 你功夫好其實是可以的 那麼坐著就可以睡覺 以前那個胸膜上癮 他基本上就是不倒單 而且他早期去跟他休息的這一些弟子 也都要練不倒單 那不倒單其實就是你的身體狀態 就是你打坐也都要好 要不然其實你坐著睡覺 如果你姿勢不對 其實坐著睡覺也蠻累的 老實說 那也並不是坐著睡覺就比較 你一起坐著睡覺 照顧躺著睡覺 那休息還比較好 但是他是坐著就比較不會那麼進入 就是我們叫沉睡 不會 但是他其實是稍微定個功夫才有辦法 他說 所以他這裡講 不是不悟 並不是沒有睡 而是充分保持緊絕而已 身體還是處在一種休息當中 那宜教徑說 中月誦經以致消息 那這裡有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如果照這樣來講 中月還要送經 那他說 一一切經論開始 中月是應該睡眠休息的 僵息就是要休息 出月靜坐的時候 如果有昏城 應該起來清醒 就是出月要清醒做常 那你因為到了晚上 你可能會想睡 所以想睡 那第一個 第一個要起來洗臉 起來就不會想睡 起來還會想睡 要洗臉 要洗腳 那然後清醒 是這樣 那到了中月 十點來就去睡覺 那所以 如果還要昏睡 可以用冷水洗臉送獨經典 那導師講的這個中月送經 可能是指這個 所以不可 不可誤會為中月都要送經 那這個送經 因為我們現在的送經 就是拿經典起來送 其實早期佛地址沒有經典哪裡 拿經典起來送 沒有 現在我們有經典 我們會誤以為的送經 就是拿著金剛經 寶普門禮 這個地藏經拿起來送 以前佛陀時代沒有經典給送 經典都是記在腦子裡面 所以送經的意思就是 比如說你思維 思維這個法語 其實是這樣 就是講 比如說佛說 五應五我 緣起 因有人事間景 因有人事間念 比如說思維 五應五我 那麼色受想 閒事 那麼你就開始這樣想 那這個其實是送經 那這裡是就一般的意思來講 那你不要誤會 這個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要送經 整夜都不睡覺 不是這樣 他說這個也許是義文過節 有人已病 把初夜 後夜送經 遇在了中夜裡面 或者這是第一個意思 就是說如果是中夜送經 那肯定是遇錯了 那麼把中夜後夜要送經 那麼翻譯成 初夜後夜要送經 翻譯成中夜送經 那或者是 送經理智消息的這個送經 並不是在送經 而是對法律的正面不忘 那其實應該是後面這個 因為佛陀時代都沒有經可送 他就是四維法律而已 你也不可能晚上在那邊 在那邊念送經 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你常常聽聞佛法 那麼這些佛法在你的內心 非常的清楚 沒有受持 那麼比如說這個佛講補運補我 要觀這個社過去 現在未來 內外豪醜出戲眼鏡 你就這樣觀 你就是要思維 思維這個法義 所以以法義的正面不忘 那光明祥也是這樣子 就是思維這個 光明祥有一種就是 真的就是思維這個光明 第二個就是思維這個法義 叫做法光明 那也有這樣的 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細念冥想 那冥想一般就是光明祥 那有兩種 就是宗諺宗經 就是所謂的意念法義 宗經思維法義 這個是法光明 也有這樣的說法 這個就是信念冥想 那麼明基本上是智慧 那你思維法義 是要讓你生氣智慧 那這個明就指的是智慧 還有一個就是這種 類似這樣的光明 也有這樣子的 這兩種應該都有 好 那這個是睡覺晴修勿儀家 第四個 依正知而住 出家人在一般生活中 無論是往還是 是往或還來 就是我們叫做出入往訪 就是你去哪裡去哪裡 這樣 無意的賭見或有意的詹事 手臂肢節等趨或身 對一波的授持保護飲食 行住作禍 絕不 絕不 雨墨 解饒睡等 那麼都要保持正知 就是你清楚你現在所做的一件事 在每一生活動作中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應該做不應該做 適當或不適當的時候 做得好不好 總之 總之在這些事情中 人事事正知 就不會落入錯誤的過失中去 那我們說過這四件事 修行了這四法 佛陀之舉難頭為例子 就是密戶於根本 頂直之皆量 勤修悟於家 依正知而助 佛陀舉這個難頭為例子 這個難船北船裡面 我們來看 我們稍微學一下 就是 這四件事的一個典範 修寫的代表 就是密戶根本 這是導師寫的祭言 密戶根本 隱使之皆量 勤修悟於家 依正知而助 雜喊裡面 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說 雜喊 雜喊我們知道 他是佛陀三十二項 他有三十項 他出家的因緣 因為他貪愛比較重 他的貪愛比較重 那但是 他是能夠捨這個貪愛 所以一般來講 他是能夠捨貪愛地獄的 然後他又是磚眼地獄的 就是磚眼 就是磚眼 他是第一 他說 這個難陀 光閉根本 光閉根本就是這裡說的 其實佛陀 是要佛弟子跟難陀學 學習 學習光閉根本 就是密戶於根本 然後飲食之量 他是用四個字而已 因為導師都是寫五個字的 導師的寄送是寫五個字的 然後出夜後夜 驚醒休息 這個是雜眼裡面 雜眼裡面寫的 就是佛陀要大家跟難陀學習 出夜後夜 精情休息 出夜後夜精情休息 就是勤修募於家 這個是 這個是導師的密戶於根本 這個是飲食之節量 這個是勤修募於家 這個是勤修募於家 然後 政治成就 就是政治而終 是勤修募於家 勤修募於家 那後面就講他的寫修募於家 基本上就是這四點 那這個難傳的是講 這一點他後面是說 前面是一樣 難傳的是寫修舍豬根 搜射株根 饮食之样是一样 出月后月精勤修道 他是写出月后月精勤修道 一样 那后面是常念决意 修炼决意常现在全 修炼决意常现在全 这个是南团的渔科渔科渔科 这个是以难头为例子 要大家跟难头学习 那这是四个 那依正之而住 后面看知足心远离顺于解脱秤 那修学佛法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少益知足 因为你如果不知足的不少益知足那么很容易 会落入五欲的幸福里面 那一般来讲少益跟知足有一点不一样 少益是没有 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就是你没有的东西你不会去特别去追求 那么知足就是对于你现在所拥有的你很满足 你不会要求再多 少益就是对于你所没有的你不会特别去想要获得 对于你已经有拥有的你安于你所拥有的感到满足 那么这个是少益跟知足的他一样 那他说知足心远离顺于解脱秤 修学出世大的要能够随遇而安 不可多求多欲 那么一般的俗语上说人道无求品至高 为什么因为你有所求有求于人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惊生下气 你就会恶于惨媚 那么所以那你无所求 那么无所求于人 你就基本上你就不会这个你就不会恶于场面 或是要要逼生下心 那所以他说人道无求品至高 这个就像这个李白说 安能催眉折腰适全坤 使我不得开心了 李白有一首诗蛮有趣的 没有没有讲对 没有没有讲对 他说且放白鹿三崖间 白可怜在唐朝他算是非常的名气 但是他对这些权贵他可能也不太炫 他看不惯这些 他说且放白鹿山来就 就养一头白鹿 他养在这个山里面 放在山里来就 虚形极其反明山 哪一天我要走啊 我就骑着他走啊 虚形极其反明山 那我就到哪里去参访 去明山里面 这个参访这些高人跟找朋友 安能催眉折腰适全坤 这有求一人吗 或是他或是你不愿意 你不知道他的话 你一个人会受到伤害或是全坤 使我不得而开心 所以你这些百姓的话 对我们现在来讲 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使我不得而开心 让我心里面很不高兴 那这里讲到人道无求品质高 所以他这里讲 对衣服饮食 你有所求 如果有所求医人 那你就没有办法 你一到处就没成压 要不然怎么办 没办法 对衣服饮食 就是医药日常用品 随远所得的就要知足 所以他这个 波头有说你平常 这个是基本需求 那你都要这样显示 那要知足 已经拥有的要知足 那么不但多得了心满意足 就是少得了 或者得到的不太合一 也能知足 那么戒律里面有一条 他说这个 如果你的波 你有一个波 这是以秋戒里面 你一般语人都有一个波 那你的波可以用 你要知足 现在你的波可以用 你不知足 而且就算有波 那补了还能用 你不知足 你就把这个波舍掉了 去拿一个好的波 那么你这么不知足的话 那么大家知道 就是被知道 就是你的波可以用 你没有用 你就把它丢掉了 或是你就把它 把它打碎丢掉了 然后你去拿一个好的波 那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 如果被知道 你这个波要舍出来 这个舍过 你一定要舍出来 那么怎么舍呢 因为大家知道 你的波本来可以用 结果因为 你看这个好波 所以你就把那个波丢掉了 那个波已经没有了 那怎么办 你还是要有波 你的波要舍出来 你那个好的波要舍出来 怎么舍呢 就拿出来 大家换换 换到最差的那个波 你就拿那个最差的波 你看 这个领域 我们刚刚说 这样会不会太不见人情 不是 它就是要让你知足 你要养成知足的习惯 这样以后你就不会 因为还可以用 你就把它丢掉 因为你会知道 就算你丢掉了 你拿的是最好的波 那个也不是你的 你是替人家拿的 你还是要让人家最不好的 那么如果你的用用到坏掉了 你现在坏一个好的 那个就没关系 如果你已经用用到不能用了 坏掉了 那么人家给你一个波好的 那个就没关系 因为那个本来就不能用了 那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晓得 你也不晓得 你会拿到怎样的波 你不知道 那因为坏掉了 人家给你一个很好的波 那个就没关系 还没坏 还可以你用 你把那个丢掉 因为人家要给你一个好的波 所以你就把那个丢掉 这样 你那个好的波要捨出来 你要拿到 如果有一百个人 你要拿一百个人 你那个最不好的 这个是建议里面规定的 那你看他基本上 基本上是要养成你所谓的 这里所谓的脂肪 因为这个波没有做什么用 波就只是拿来盛饭而已 盛了饭之后 他就没有用了 他就是那种状态 你拿一个好的波盛的饭 跟哪一个不好的波盛的饭 那个饭的味道是一样的 那你如果 你如果在这个盛饭的功用之外 你贪夺这个波的美好 这个波的殊胜 这个波的漂亮 那么你这个心就是什么 偏了 因为这个波的漂亮 并不会让你饭吃起来 特别一样 特别像 因为你那种的方式一样的 但是你这样拿这个波 那个心不一样 你这个心不知足的心 你吃这个饭 它就有杂了 所以他要养成你这个习惯 这个是很好的习惯 所以他这里讲到 就是得到的 就算不太合一也能知足 我们说过 那么论典里面 曾经就扫益跟知足有什么不一样 来说 扫益就是没有的 你不会特别去追求 那么已经有的 你不会特别要去要求 就是这样 扫益知足就不太一样 能够这样烦恼就少 所以戒律基本上就是要让你防止你起烦恼 叫做防非止恶 烦恼少 心就安了 容易休息 你心会放在休息上 你不会放在 比如说一样吃饭 你这个波对你来讲 它就是装饭的而已 好看不好看 漂亮不漂亮什么材质的 其实它就是装饭而已 那这些饭吃的饭 不管好吃不好吃 香不香多跟少 它就是维持你的身体 让你有力气修行而已 你把这个观念带进去 所以你重点都是放在休息 那么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吃一顿饭 起很多烦恼 这个波漂亮不漂亮 你的波比别人漂亮 这个波很好看 你都在起贪心 吃这个饭 吃个饭 好吃不好吃 多跟少 你都在起贪心 那这顿饭如果有十分钟 如果你吃一顿饭三十分钟 你就起了三十分钟的烦恼 那如果你没有在这边起烦恼 你吃这顿饭三十分钟 你就休息了三十分钟 那就不一样 那你每天都需要做这样 那这个就是你的一堂功课 所以人不能离取 有群就有人事 那他知足之后 另外讲什么 讲远离 这个其实仪教室里面也讲这样 就是心远离 那心远离就是远离什么 远离人群 远离人事 他说人不能离群 他说人不能离群 有群就有人事 有人群 大家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都做些什么呢 如欢喜谈话 欢喜事物 欢喜人多 那你这种多 那你这种多就杂 杂就是烦恼多 那像人聚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谈天 或是做一些什么 玩乐 这些 那这些就容易在这个当中 像远离人在一起 最喜欢讲什么 讲八卦 讲谁怎样 说佛敬寺里面 这里讲这 我们来说先来看 他说 有的整天忙忙 陆路都在事物转 做这个做那个 做来做去做很多事 虽然也没有什么讲话 他在做很多事 忙着都忙了 现在的事业也有很多事 有一个够忙的 那这个 有的与人聚谈 就聚在一起 言不及议 这个言不及议是 文语里面的 那孔子说 有一些人 就小人 群居中日 言不及议 言不及议 整天聚在一起 群之中 言不及议 言不及议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多讲一些五四三的 没有银两的 就讲这些 那么 就是讲一些 佛法里面都无益无利的 对我们解脱没有帮助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道理的 他说 群居中日 言不及议 好行小会 难以灾 好行小会 好行小会就是 我们一般也会这样 就谈天 他也在讲 然后就会显示自己 这方面广不特别多 讲到政治 就开始讲什么内幕有的没有的 讲圆圈的八卦 就讲到好像自己最后面很懂 最后面是专家 最后面是很厉害一样 那么这部分一般我们聚在一起大部分都知道 那佛陀时代有两个比修就讨论 你看看这个波斯利王如果说品博搜罗王 两个人哪一个比较有钱 这个莫利夫人跟韦提西哪一个比较漂亮 我们就讲这些 你看看那个分的珍珠那个室那个首饰 多少钱 博搜罗说这个叫做整天说一些 王论贼论识论影十论 妙衣服论影女相论 诸国土论大人传论世间传论大海传论 讲一些我们就说五四三的 那现在来讲就是讲政治的讲经济 那講這個運動 講什麼 就講這些 那這些就是一般人談論 世間人講這些沒有什麼 但是你修道的人講這些沒有意義 就是我們叫做無益無益 人不疾 無益無益 佛法叫做無益無益 對你的解脫 對你的修行其實你有幫助 那你談論這一些其實因此是隱身煩惱而已 比如說我看過最多大概就是講政治 那尤其是出家人涉及政治的話 很容易在政治上有所謂的激情 那麼會很容易偏一邊 就是你傾向於支持你的政大 或是你所屬的人 那你會把他做的不好的東西都當作沒感覺 那麼因為你愛正合理 你對於另外的一邊 那麼即使是一點點小不好的 你都會把它誇大 那麼對於你所喜愛的 其實是很大的過失你都會想辦法把它掩飾 那麼這一部分 你這樣講當然會激怒另外一邊 那就會造成對立 那麼對立的言論就會造成散開 那這一部分談論的非常多 非常多 那麼很多人喜歡就是講正義的 那麼這是一個 那其他的就是類似像講 比如說像演藝圈的八卦 或是政治圈的這一些人 或是一般人的 那你知道嗎 怎樣怎樣怎樣 類別像這樣 那這些基本上都是增長煩擾而已 所以他就說王論賊論 也實論隱論 反正這一些有的沒有的 甚至講到大海鑽論 講一些五四三的我們就說 總之這都是增長愛來 不能深心遠離再近處修行 那所以佛法裡面常常講 我文法後獨一進處 專精思文 不放一諸 講的就是這個 他說我聽到這個佛法之後 那這裡還沒講 浩琳小偉 就是喜歡顯示自己的小聰明 你懂了這些 你知道了這一些 你知道什麼面目 八卦有沒有的 難以待 這種人是很難教的 很難成功的 也很難教的 這種人就是很難會有什麼成就 這以後不會有什麼成就 沒有利益 佛法講的無益無益 就是沒有辦法有什麼成就 那麼出家人的成就 或是修道人的成就 就是得到正道 沒有辦法 那麼孔子講的其實就是 他也沒有辦法有什麼 不能成為君子 沒有什麼成就 剛才講到這個佛陀 大眼鏡裡面常常講 佛地址就是這樣 往文法歐 這是遠離 往文法歐 無益見處 專精思維 不放益住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那就是這裡的所謂的心願 就是你不會喜歡在人群裡面這樣 互相增長繁榮 那麼講一些我們說五四三 所以不歡喜 他說再近處修學 那麼所謂要心遠離 不歡喜四論事業 就事件上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麼事件上的這些事業 那麼才能專心佛法修學佛法 因為你的心放在太多事件上的事 你談論這一些 做這一些 等一下又到哪裡到哪裡 就是我們叫做交金應酬 太多了 那麼這樣你在佛法上 你就沒有辦法在心裡 大部分的心力都用在事件上 那你出事件 那你出事件 你心在哪裡 那麼你的業就在哪裡 所以你事件的業太重 那你當然你到就不太人情趣 如果你要修道的話 不管在家出家 你要修道的話 你對事件的染拙 絕對要克制 就是對事件的這些欲望 事件人所談論的 所做的這個要克制要減少 你要有一部分的時間 去到出事件這個原因 所以你才能專心佛法 說到遠離一般是遠離群聚 住在清淨寺 就是阿蘭若初 或者一個人住 如閉關就是一個作風 但是遠離有兩種 一個人叫做深遠離 一個人叫做心遠離 重點是心遠離 好像精淨也有兩種 一種是深精淨 一種是心精淨 重點是心精淨 那麼 心不能遠離 住毛本閉關都是突然 就是我們看到有很多閉關的人 閉關的人他喜歡一個人住 但是一個人住並不是他真的遠離 他閉關會創名字串流 去找那個閉關的 偶爾聊聊天 這是一種其實他這樣沒有意義 那麼就算你把關門關起來 你心裡面只在想過去想未來 你沒有想佛法 那可以也不叫做遠離 那個只是深遠離沒有西遠離 遠離是要遠離什麼 遠離煩惱 那麼真正的關是把煩惱關住 那麼所以 心不能遠離 住毛本閉關 也都是什麼突然 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重點是要讓你的心 不染著這個世間 那麼你自己關起來 可是心染著這個世間 也沒有達到閉關的閉關的用處 所以過去大陸上常見閉關的人 有一些精神失常 閉關的或精神失常 基本上 其實我也見過 那精神上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我們說過他過去的夜 那麼他也有可能讓他精神失常 他沒有處理掉 或是他不知道 那麼 會有可能 就是他過去的二月成熟 這些二月基本上有軌道的眾生作歲 一般我們說的運心在主 那麼也有可能他精神失常 第二個就是 他用功的方法不對 用功的方法不對 他用功當中會有一些禁見 那麼他不知道 他執著到這些禁見 那麼也會讓他精神失常 就是他用功的方法不對 也會讓他 因為你看那個修訂 那麼如果有一些禁見你不會處理 那麼你基本上 會導致你把你把換項當做實項 那麼你可能也會導致你精神失常 一般我們把這個叫做走火入魔 也會 那麼這個是要稍微要激正的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你邪見招感來的 也會這個跟你業力 業力引發的不一樣 因為你邪見 你邪見招感來的 那麼也會讓你精神失常 那所以閉關有時候有一些精神失常 我們通常把這個叫做走火入魔 有的脫明病人中途出關 這都是由於心不遠 那遠離主要是要遠離煩惱 那麼首先要遠離五慾 因為我們常常在五慾中起煩惱 所以那麼一般來講都要先離慾 親近 那所以過不了安靜休息的生活 這怎麼能夠解脫生死 所以對物慾要知足 所以一般常常講那靈慾親近 靈慾親近 就是你對物慾你要知足 你擁有多少都沒有關係 重點不要讓你起過大的過患就好 就是說你有的吃活的下去就好 如果你沒有的吃太飢餓了 你也沒辦法休息 生病了沒有營養 你那個力量沒有辦法對抗到這個病 因為病起來也很苦 你力量不足病起來 你是沒辦法休的 所以安靜經裡面有一篇專門 有一些經典專門在講 生病生到沒辦法要刺殺人 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要讓自己病 你要稍微 基本上是這個心態 飲食稍微要注意一下 注意不是它那個美味好吃不好吃 那個是在齊吃 多跟少在齊吃 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 是健康不健康 美味不美味在齊吃 健康不健康 因為不健康吃了 像以前早期 有那一種不健康的不康有 吃到全身中毒的 那你要癒那個病就很麻煩 那如果現在不健康的都是太多 那你如果不稍微注意一下吃多了 現在不是營養不足的問題 現在是營養過剩的問題 就是高血壓 心臟病 是營養病 那這個病起來其實蠻麻煩 病是非常折磨人 尤其是比較大的病 你痛起來你的心力還沒到那麼強 病起來你根本就對抗不了它 所以你會常常起苦 所以我們看這個案件裡面有很多病起來 沒辦法都要自殺的 那我們當然不要讓自己落到這個地步 因為我們的心力還沒強到可以 身受心不受 就是病起來 如果你力量強到就沒關係 還沒到那個地步那時候也稍微照顧一下身體 不要說都不管它 那不要說吃什麼都可以 吃這個不對 因為現在跟你全部一樣 現在這些吃了吃多了你就慘了 你以後大家要治病你就會很多時間 很多心力 你不治你又沒辦法 你要治 你又花會很多時間 花會很多精神 這個就很麻煩 所以稍微要照顧一下身體 但也不要都是在照顧身體 那你這樣就本末倒置 你都是在照顧身體 那麼想的都是以身體為主 而不是以休息為主 那現在也不行 那你再怎麼照顧 照顧它都沒病 你最後也是要死 那你整天的心都花在 怎麼照顧這個身體 那麼這樣其實也是根本末倒置 因為你有這個身體 主要是你要照顧它是因為你要拿它來休息 那麼現在你照顧它 你照顧得好好的 你心都花在怎麼照顧身體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休息 那這樣意義也不大 我看過以前有一個老師因為生過病 那生過病喔 他就很注重這個身體 所以他是怎麼樣呢 第一個 他車的水他都要量過 那個軟度那個石灰質 那這個水不乾淨的 這個水質不好 雜質太多了 他就到處去找那個適合他去的地方 然後水水要烤 沒有農藥污染 吃了都是要有機的 那你整天忙這個 我看你哪有什麼時間 也沒辦法 大概就可以了 不要說會讓你 會讓你吃了有生病 或是會讓你 會讓你沒辦法休息的 你沒有辦法找到完全都 完全都沒有對的 所以通信又好 食物又好 水質又好 又沒有人炒的 又方便 我告訴你沒有 你就除了你到職業世界去 你在這個年間 沒有辦法樣樣都好 所以你大概大概好 也不要太差 太差的話 你沒有多久是生病 那你就更麻煩 你生了病更麻煩 但是稍微 稍微有一點點不好 那沒關係 看人看人可以 所以他這裡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他說 對物業要知主 擁有什麼都沒關係 那麼知主就好 那麼對人事要心人 就是不要摻太多東西 摻這一家 摻那一家 等一下 等一下又聊一下政治 等一下又聊一下八卦 等一下又聊一下哪一家事件怎麼樣 就是你天天在這一些東西上 那你沒有辦法 你這個心常常在這些起擔擾 心不遠離 這才能順你解脫的三勝方法 因為現在講三勝夠好 那你要解脫要解脫生死 那生死從哪裡 生死從煩惱跟夜好 那你煩惱 你都是在你這一些人事上起煩惱 在物業上起煩惱 所以你一定要克制 控制這一些煩惱的根源 這樣你才能夠 你煩惱而得解脫 所以這個是能去向出世解脫的道果 就是前面講的 前面講的就是你要修行之前 你要有四 這邊講六件事 六件事是順你解脫的 一附於根本 隱時之節量 勤修物一家 一陣之而助 這個是四件 然後再加上知足跟遠離 那麼心常知足 然後心遠離 那麼這樣就順你解脫生 就是你能夠讓你向解脫的 我們叫做向上向上向解脫的 好 那麼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